如果这个新闻是4月1号看到了 我肯定觉得是恶搞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名字呢 是不是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就如同86和BS1一样 雷灯轮胎是实际的 西巴达泰亚的生产商和中国的销售商 而西巴达泰亚呢 主要负责日本的销售 总之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多一个高新轮胎的选择 总归不是坏事 目前雷灯在设的高新轮胎 除了直线加速赛的轮胎以外 主要有两款 一个是223 一个是231 那之前迫击度的就是231 然后非常可惜的是 我没有拿到231 因为都发往日本了 这次拿到的是223 然后223也分四种型号 我这次拿到的是黄标RD220的这个型号 而这款黄标RD220呢 在西巴达泰亚其实对应的是280的这款型号 所以轮胎上的耐磨系数 其实标的是280 然后评测结果我就也不卖关子了 然后大家直接看表格就可以了 这里我想说的是 因为这个表格啊 主要是根据抓地的排名的 所以它并不能完全反映轮胎的真实状况 你像雷灯的这个胎啊 其实我是觉得 它是非常适合作为入门练习胎用的 因为你要作为练习胎的话 最主要考虑一个耐高温 二个耐磨 三个响应 第四个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价格 然后在这个级别里面 它的价格是相对比 AD09啊 Cup2C要便宜很多 然后呢 它的响应和耐高温 也要比胃图0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主要是运动驾驶 或者赛道练习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这个轮胎 虽然它的舒适性没有卫图和AD09啊 Cup2C也好 但是作为机电驾驶的场景来说 这个并不是很重要 关于这一款轮胎呢 其实有一些日本的媒体已经做过评价了 然后我这里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一个日本的博主 他测的三款轮胎 AD09 AD052 还有就是TW280 就是我们这次用的AD20黄标 它的测试结果显示 黄标比AD09快了大约半秒 然后我用这个黄标跑出来的成绩呢 比别人用AD09再添码的成绩呢 其实是慢了0.3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其实有很多语音的 你比如说 我并不知道这个轮胎应该用多少胎压合适 等我找到合适的胎压的时候呢 又没有找到干净圈 所以说这个成绩呢其实还有一些空间 而且这个日本博主 他比较的三款轮胎啊 其实不是同一个时间点 中间隔了有两三个月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也不用太执着于这个轮胎 到底是不是比AD09快 或者是一定比他慢 我们只要大概知道 它是这个水平的轮胎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车的重马力驱动形式赛道的类型 都会对这个程序产生一些影响 那再回到这张表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抓地力接近于AD09 然后呢 他的价格呢 又比AD09和卡普都市便宜很多 然后呢 他的耐高温 响应都要比像后面的V202要好 所以说我觉得他作为入门练习胎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以前的话 应该还有一个纪念对手 是韩太RS4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卖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作为入门练习胎 应该是这个胎是最合适的 当然他的热循环 我现在还没有用完 所以最后续的情况不确定 另外的几个竞争对手 比如说那个 向一的SP011 然后那个来斯蒂诺等等呢 因为手朵的数据不全 我暂时先没有放进来 以后如果有机会补充的话 我们再继续玩上这个表格 imikilletti Leah那个程座 耳根 Zikku tak to 鳴り響く SIG narrowlootz 繋いでく暗い部屋 你要这种温色 今天下雨了 然后来路上简单试一下 这个R23 它雨天的性能吧 其实对于这种级别的帮路容 我心里的预期 不是会 会不是很高的 然后比PS5这种 正经的四级胎 而且加强了雨天性的轮胎 可能是比不过的 他说他跟PS5能差多少吗 我给了一个参考 有一次我在添码 碰到了雨天跟这个差不多 然后装的是卫图林啊 比原厂的PS4是慢了有四到五秒 好像这个跟青角有关系 因为当时的青角也拉出来 现在也是做了青角的情况下 尼宇天的性能啊 也是肯定比不上原厂 加上那个原配的公主台 轻轻踩了一下感觉不是那种抓地力一下就没有的那种感觉啊 还是能在雨天里面感觉到抓地力是逐渐减少的 刚才回头给油给大一点感觉到后轮其实比较可痛的 但是这种天气大家还是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大脚油 一下子扭矩突破到底的话 也不是说怪轮胎不好 这个天气 他就这个情况 帮到容易就不可能说到雨天会特别好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程度他只要能开 排水性的还可以他就可以了 排水性的还可以他就可以了 第四学二吧 开始推了 前轮快不行了 太甩了这个设定 前轴前轴太烂了 不太行 不行了不行了 他妈做不了 我说一百多 拍面温度一百多 你看拍面的 内侧拍面你看都有一百零一 这个温度上得太快了 结果就是第一天的试车其实并不顺利 偏甩的底盘 加上射的太高的胎压 然后呢 再碰上天马这个赛道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赛道是从第十二号弯开始 十二号弯 一号弯 四号弯 五号弯 有连续四个转弯 然后如果你在这四个转弯连续的使用循迹刹车的话 较高的胎压加上很硬的底盘的话会对右前轮的内侧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就会导致右前轮超温 以至于在每次在五号弯都会出现进完的时候瞬间失去抓地力的情况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吸取了第一天的教训 重新调整了底盘 然后胎压 同时在五号弯的时候 他取得提早刹车的方式 尽量不采用循迹刹车入弯 然后呢 就终于把成绩做出来了 同时 我们也看到他其实这个胎的耐木 那高弯性能其实相当的不错 在前面因为被挡了 所以那个成绩不是好看 但实际上我是连续冲了四圈 66中间68 那是80 然后呢 调整了胎压之后 内侧的温度也改善了 所以说虽然成绩是基本上做出来 但是其实这一套胎压的潜力还没有挖完 因为这两天刷牵的条件都不是特别理想 车比较多 而且刚摸新的胎压 我感觉其实还有一个0.5秒的空间 然后目前找摸到的使用技巧 就是轻脚稍微小一点 胎压稍微低一点 会好一些 虽然这个轮胎在你连续施加循迹刹车的时候 它会有容易过热的问题 但是其实综合来讲 它比同级别的V2D2来说要好蛮多了 因为这个天气 我上个礼拜正好开了一台 还装了01的02的车 也只能够维持一到两圈 第三圈肯定是掉成绩的 那这个胎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三到四圈 看你的开法吧 如果你循迹刹车用了很多的话 可能撑不到四圈 但是你稍微少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用得到四圈的 而且它的耐磨程度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跑了这两次之后 是对比的一下它前后的磨损情况 觉得大概可以从六到八个刹斗者的使用吧 取决于你的开法 具体到后期它会不会掉成绩衰减呢 衰减多少 这个是后面值得观察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吧 总之就是这是一款 我个人觉得是一款性能还不错的 入门性能胎 推荐大家可以用来练手